2014年,我创立了一行智能 就在那个时候,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出行方式 个人的门对门式,空中交通 在这些年里,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逐步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,我们完成了飞行器的研发和制造 我们完成了全备份系统 让一行216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个人飞行器 当然,我们一直知道,光制造飞行器是不够的 我们还完成了指挥调度系统和完整的运营体系 让飞行体系变得更加的完善 让每一次飞行过程变得更加的安全 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空中无人驾驶 给大家带来的高效和便捷 让我们更快地走进未来生活 最后,我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希望明年,我能亲自来到现场参加你们的大会 未来以来,让我们一起飞翔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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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